这个周末,房地产迎来了曙光,房地产行业老大万科公告,决定要把子公司万物云拆分上市。万物云是万科旗下的物业服务公司。今年上半年,它的营业收入有103.8亿,净利润10.4亿,是妥妥的优质资产。 这次的拆分级时,不仅对万科是直接利好,也是房地产行业成长逻辑的一个转变。要怎样理解其中的逻辑呢?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个问题,那就是卖房子和卖物业服务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?查理·芒格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,他说有这么两类企业,第一类企业年赚20%,到了年底就可以把这个利润都拿走。第二类企业也是年赚10%,但是它所有多余的资金必须要进行再投资。 这个事情就让芒格想到了他认识的一位卖建筑设备的家伙。他说那个家伙所有的利润都要变成二手机器,在院子里生锈。 芒格说他讨厌这样的企业,那么很显然卖房子就属于芒格讨厌的第二类企业。过去的10年里面,房地产是经历了一轮史诗级的牛市。 按理说,购房者也好,开发商也好,都应该共同地成为大赢家。但事实上呢,每个人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。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?就是现金流出现了问题。 因为有很多业主的资产虽然大幅升值,可是难以变现,就成为了总资产105万,现金却只有5万元的伪富豪,每个月恐怕还得偿还上万元的债务。 而开发商一有钱,就得去投资新的楼盘,所有的利润都会锁在钢基水泥里,而且这都还不够,还得把进来的钱也锁进去。 所以,结果就是房价是大涨了10年,可是很多开发商却落入了5米下锅资不抵债的情况。 但是物业服务不太一样,不管是物业管理费,上门维修费,安房服务,预化费用等等,所有的利润都可以变成随意支配的现金流。 当然,物业服务赚的是小钱,卖房子赚的是大钱。 可是物业服务的每笔利润都是实实在在汇落到口袋里。 卖房子更像是滚雪球,这个雪球确实越滚越大,但是你会发现没几片雪花,你可以把它带回家的物业服务却是吃雪糕。 雪糕虽然很小,但是每一口都是自己的。 地产企业终于发现滚雪球滚得再大,最终只是赚到面子,而吃雪糕却能一口一口地吃成胖子。 就比如说,今年上半年,营业收入2340亿的碧桂园,在这一轮地产寒冬中股价接连的下跌,市值都已经跌到1540亿港元了。 然而,做物业的碧桂园服务呢,上半年的营收只有115亿,市值却涨到了1772亿。 碧桂园卖地产这块的主业收入,是他做物业服务收入的20倍,可是地产这块的市值却不知不觉间已经被物业服务所赶超了。 所以,不管是估值还是成长空间,单纯的卖房子和卖物业服务都没有办法做比较,原因就在于物业服务拥有着源源不断的现金流。 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表示说,万物云的目标是千亿市值,最终想要再造一个万科A。 那么参考碧桂园服务,万物云再造一个万科A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。 在这些地产龙头的带动之下,地产企业或许将会开启第二成长曲线。 深陷泥潭的地产板块,明天或许也会出现第一缕的曙光。